勒帆天 我会 赵薇回归初心 鼓励青年电影人 从新色的作品中看出 你可以去这样办 赵薇首演古装戏 挑战大量台词 这一场戏的台词 像是电影的台词 勒帆天本周观影指南 五分钟带你看大片 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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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帆天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好吃要举例》 布里海的点心面 独家冠名播 祝点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精神 大家好 我是紫薇 节目一开始呢 新的一周要恭喜紫薇了 为什么要恭喜 恭喜用什么 不是恭喜你 是因为恭喜你喜欢的女演员 杨幂又拿奖了 是的 说的就是 昨天刚刚闭幕的 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 杨幂是获得了 最受大学生欢迎的 女演员的奖项 是的 除此之外呢 在男演员方面 要恭喜一下董成鹏 大鹏也是凭借冯润鸡乐队 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演员奖 那在新人方面呢 姚妙和钟楚希呢 也是凭借电影芳华 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那么这些奖项呢 是以青春激流 学术品味 文化意识为宗旨呢 也代表了大学生的喜好哦 没错 与此同时呢 在北京还举行了一场 The First的电影展 像赵薇啊 姚辰啊 都有参与 他们共同的宗旨呢 就是鼓励年轻人 更多的参与到电影当中来哦 近日第十二届 First影展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 即将于7月21日 正式开幕的First影展 作为每年为国产电影市场 注入新鲜力量 培养优秀青年电影人的 走心影展 当天的发布会 也是吸引到楼叶 管虎 梁静等演艺圈 优秀代表 现身力挺 除此之外 本次影展评委会主席 陈国富 电影节大使 赵薇 创投评委姚晨 张扬等影展评委阵容 也悉数亮相现场 机会将从不同身份 与电影创作者沟通 从而帮助新人导演 为观众呈现 更优质的作品 我对这种 青年导演的创作 我自己反正是 主张不要 太那么不愚 就是多点 片马前空 不一样的尝试 尤其在 开始 做电影的阶段 其实青年导演 确实是 最富有活力的一群人 同时因为 他们的新作品 在最初阶段的时候 成本都不会太高 因此他们的 心理负担 就不会那么大 值得一提的是 发布会当天 面对媒体 一向低调的赵薇 也首次以大使的身份 为即将开幕的 影展宣传造势 谈起自己 如今身兼导演演员 投资人等多重身份 赵薇表示 电影人的身份 是他最为看重的 对 我觉得应该是说 如果只有二选择的话 肯定是电影人的身份 因为虽然他们 很缺投资 但是 但是 纯粹的是 以这个 就是 从业人员的身份 来到这个电影节 而作为有过 成功指导经验的赵薇 当天也给 未来参展的 青年电影人 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 他是一个 扶持青年导演的 一个电影节 很多作品 可能很青涩 但是我觉得 通过很多评委老师 或者是 电影节的判断 他可能从 青涩的作品中 能看出 你可以去这行办 然后你可以去 寻找另外的梦想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如今演艺圈 像赵薇这样 也而优责导的 演员不在少数 不知道此次身兼 创投评委身份的姚晨 有没有自己 做导演 拍电影的意愿呢 但是我自己 也反复问过我自己 我好像没有 这方面的这个梦想 因为始终 我觉得 表演这个职业 给我带来的 那个乐趣 还是没有 封止 同样一直致力于 扶持影视圈 青年才俊的陈龙 昨天也在上海 举办了首届 陈龙电影艺术馆 微电影大赛颁奖礼 本次大赛 共征集了 161部参赛影片 共有18部优秀影片 入围提名奖项 作品中 大多以现实性题材 为主题 呼吁社会 关注边缘群体的 生活现状 反映出青年电影人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此次微电影大赛 陈龙虽然因为拍戏 未能清零现场 但他也通过视频 希望你们未来 在很长的创作道路上 能记得 这个比赛 给了你们最初的福利 也希望大家 你们能带着 对电影的热爱 一直坚定地走下去拍下去 作为唯一能够获得 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 华人一星 陈龙不仅是影坛前辈 也是许多青年电影人的榜样 现场演员张兰兴 也就回顾了 他与陈龙大哥拍戏的经历 一路走来 不论是《十二生肖》中的 Bonnie还是《铁道飞狐》中的游子 张兰兴都备受成龙撞骨 手把手教导张兰兴 诠释好每一个角色 如今回忆过往 曾经拍摄电影的场景 张兰兴都历历在目 我印象最深刻是 我们在拍《铁道飞狐》的时候 我们在东北 就在《铁道飞狐狐》 saf 铁道飞扞 they 正好放《铁道飞狐》中的开始 不仅如此和陈龙合作 学到的东西也不仅仅是电影方面的 他还能在拍摄的过程中 和演员们交流生活方面的心得 我觉得跟大哥一起合作 你最大的收获是 除了在电影方面 你会增长很多知识以外 你还会通过他的一些 一些做的事情 会感受到身为一个人 你应该如何用怎样的态度去生活 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这份工作 接下时间我们要说到的这部电影 就是《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了 这部电影虽然还没有在我们中国上映 但是先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上映的时候 票房成绩是非常的不错 用了十天的时间 就达到了11.6亿美元的票房 而对于我们中国影迷来说 本周五也将在中国可以看到这部电影了 是的 而且小鱼哥 我在今天就已经提早预定好了 周五的电影票 但是打开电影票系统却发现 哇 我周一预定 电影票都已经满都没有什么剩余的位置 紫薇 我好像没有答应过周五要跟你去看电影 不用那么急电影 小鱼哥 你少臭美 人家是要去跟闺蜜一起看电影好吧 是这样 好 不开玩笑了 那接下来时间呢 马上就进入到我们本周乐饭店的观音指南 看看究竟有哪些大片在等待着大家呢 一周电影推荐哪将强劲在娱乐的翻天 院线观音指南 在这一周院线电影好片不断 值得期待 首先要推荐的必然就是这部大家翘首期盼已久的好莱坞巨制 《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这部《复联3》号称是漫威电影宇宙十周年的历史性集合 将为影迷们带来史诗般的终极对决 在这一部《复仇者联盟》的故事里 已经在前作中铺垫了六年的终极反派《灭霸》终于登场 《复仇者联盟》及其所有超级英雄盟友必须全力以赴 才能阻止他对全宇宙造成的毁灭性打击 作为几乎可以预定本年度全球票房冠军的作品 《复仇者联盟3》 刊登是影迷们一次真正的狂欢节 从2012年开始被中国观众戏称为 《复联》的《复仇者联盟》系列 显然成为了当今应谈的第一大IP 而由其衍生出的钢铁侠 雷神美国队长 银河护卫队 奇异博士早已深入人心 而因为出演《复仇者联盟》小罗伯特·唐尼 克里斯·埃文斯·斯加利月海逊 唐姆·希德勒斯顿等人 也在全球范围内积攒了相当之高的人气 而更难得的是作为一部支线众多 剧情复杂的爆米花电影 《复仇者联盟》系列的每一部 几乎都是水准之作 在商业性和艺术性的评论上 做得极为出色 《复仇者联盟》 如果你是漫威迷以及大片的爱好者 这部《复仇者联盟3》 《无限战争》绝对不容错过 《复仇者联盟3》 《无限战争》 推荐指数五颗星 而本周还有另外一部电影 值得重点推荐 那就是在本周五上映的 由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 都市奇幻喜剧《超时空同居》 这部电影讲述了来自2018年 《顾小娇》于1999年露鸣 然而时空重叠意外住在同一个房间 从互相嫌弃到试图共谋大业 阴差阳错发生了一系列好笑的事情 你开门不是99年 我开门刷人18年 果然是真的 那你打我干什么 那我们要同时开门 《时空穿越》题材的影片 在影坛并不少见 2000年电影《触不到的恋人上映》 这部文学爱情电影 讲述了一对分别来自 1997年与1999年的男女之间 动人的爱情故事 而到了2006年 这部电影又被好莱坞翻拍 由基努里维斯 以及桑德拉布罗克主演 同样被封为经典的爱情电影 到了2016年 由日本导演辛海诚指导的 一部穿越题材的爱情动画电影 你的名字更是大放异彩 感动了无数人 由此可见 《时空穿越》的爱情电影 无论在哪个年代 都能被拍出新意来 不同是 不管是《触不到的恋人》 还是你的名字 剧情中双方的时间 间隔都不过两三年 而在《超时空同居》中 男女主角之间的时间相隔 竟然是长达20年 这样的设定 想必会有更多的乐趣 若您需要一个 轻松愉快的观影体验 这部《超时空同居》 你的确值得一看 《超时空同居》 推荐指数四颗星 以上就是本周乐凡天 一周院线观影指南的 全部内容 掌控一周院线定精华 让你迅速掌握观影方向 我们下期再见 《超时空同居》 它为首演古装戏 挑战大量台词 这一场戏的台词 让相当是一个电影的台词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欢迎回到 《好吃要给力》 玻璃海苔点心面 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金玉成 大家好 我是紫薇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 就是很久没有出现在 公众视线里边 参加活动的汤薇了 原来这段时间 她一直在忙于 她的人生当中 第一部古装电视剧 那就是大名皇妃 孙若微传 是的 这部电视剧 对汤薇来说 确实是挑战不断的 制片人也是花了 六个月的时间 来说服汤薇拍这个古装剧 那汤薇也是十几年 都没有拍摄电视剧了 这一次再一次回归 为了拍这个古装剧 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 前前后后学习了 古装的礼仪 还有古代的乐器 可谓是挑战不断 接下来时间来看一下 微信挑战不断的汤薇吧 无论是晚秋里 获得假释的女犯人安娜 还是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的 拜金女文佳佳 亦或是黄金时代里的 传奇女作家湘红 作为演员的汤薇 在大荧幕上 给观众留下了 许多风格迥异的各种角色 而就在昨天 许久未曾露面的汤薇 也是现身上海 出席某品牌活动 当地县长 他透露 在消失的这段时间里 自己是在忙着 拍摄古装电视剧呢 从电影转型到电视剧 并且还首次尝试拍摄古装电视剧 范薇坦言这次的拍摄经历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也没有想到电视剧的工作量 既然会是这么大 所以由此我对电视剧剧组的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非常的 真的没进派 因为他们除了 就真的是除了我休假的四天之外 就是他们四个月到现在 一天一假都没有所有的工作人员 所以我在那个里面 我的工作量其实已经不算大 但是仍然就真的是还是蛮挑战的 那不知道对于穿梦而言 这次拍摄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其实更多的是 我觉得是拍摄电视剧 和拍摄电影的不同 电视剧的拍摄中 我觉得最大的还有一点感受是 一场戏的台词量 相当是电影的台词量 当然这古装剧除了台词量大 拍摄时间也是相当漫长 女人们为了拍摄进度 自然需要长时间带妆准备 有时候长达12个小时的持妆时间 对于他们的皮肤保养来说 也是挑战巨大 对此情况 汤维你有什么保养秘诀吗 尤其是在皮肤的这一块 每天要带妆很长的时间 然后再加上每天工作 每天工作 所以就是要做好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就比以前的功夫相比多了 就肯定有十倍的地方 第一日演员潘岳明在北京 举行了自己44岁的生日会 在当天活动上 白夜追凶的主创们齐齐现身 也是为他送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这年凭借这部精品网剧 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的潘岳明 也在现场表示 希望白夜追凶第二季 能尽快开始拍摄 而相比早前在白夜追凶里的形象 当年潘岳明已经瘦了一整圈 减肥成功的他也是显得格外年轻精神了 大概十几斤吧 因为我觉得演员形象其实还挺重要的 以前就有点不管不顾 因为可能拍戏太累太压抑了 而且很多有意思的想法 都是在饭桌上跟导演沟通的 所以就养成这样的习惯了 有时候晚收工就会去吃宵夜 然后早上起来也是有什么就往嘴里塞 然后因为一天的体力都需要这个 所以可能就节奏掌握得不是太好 所以现在就是相对比以前懂事一点了 对就希望能够稍微克制一下自己这个食欲 只要营养够了 然后体力跟得上 我觉得就不要吃得太满 说起陈学东想必大家对他在定 巨额来电中造型和演技方面的突破 也是印象深刻吧 但近期他却少有作品与大家见面 对此陈学东近日出席某活动时就表示 我有两档综艺节目会上线 然后一个是唱歌的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唱歌 还有一档是带小baby的 然后都会在五月份开始上线 一直可能播到这七八月份八九月份这样 而说到带娃虽然还未组建自己的家庭 但陈学东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 因为之前他就在参加了某档真人秀时 严厉而细心的班主任形象 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此次陈学东参加的综艺 可是要挑战与一群年龄仅仅两三岁的孩子在一起呢 不知道陈学东你压力大吗 去的时候还挺大的 因为小朋友我是没有这么小的 两岁多三岁多这种 我还是没有接触过 然后自己家里亲戚也没有那么小的小孩 去了什么要换尿布啊 要泡奶啊什么的 我就有点烦 但是真的到了那个环境里面以后你发现所有人都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就只能顶在前面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处理好 众所周知陈学东除了演员和模特身份外还是一位歌手 从早期现场定绝技的主题曲到近期的某晚会上 经验过听众的歌曲追光者 观众对于他的演唱实力也是十分认可 那不知道陈学东对于歌手和演员职业更中意哪个呢 其实都喜欢我还是蛮喜欢我的职业的就是任何一个机会能传达我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和对生活和对感情的看法的话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 那分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海苔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呢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哦 上期的显微镜答案是客家山哥特殊名 恭喜这位幸运观众获得玻璃海苔提供的礼包一份哦 是的 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拿着这幅画的人是谁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海苔所提供的礼包一份哦 是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明天再会